幸福好運到 終金送到到 我們今天要來執行一個特別企劃 因為我其實最近看到你這個 面色開始發黃 然後抬頭很明顯 還有點缺氧缺氧的感覺 你是不是 最近腎有點虧氣的感覺 你怎麼知道 是有時候因為 一個人的面相好不好 從他的氣色就看得出來 如果不健康的狀態 有時候開始眼球開始有點渾濁 像魚不新鮮的時候眼睛就勒勒嘛 那你現在眼睛我看起來 所以我今天特別是 送一份幸福來你家 那這份健康呢 其實也不用花很多錢 大概平均一年下來 每天只要20塊的飲料錢 你稍微省一點點 其實一年就可以換來 你接下來10年的健康 好不好 那你是 安 還是什麼 喝 我們今天的品牌 跟你講也是台灣 數一數二的這個 非常厲害 沒有不是這些東西啦 沒錯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吃下去之後 我跟你講 接下來保證你在近10年來 你身體逐漸是走向一個 上坡的狀態 你這個體態 我上坡都爬不上去 你這個體態我覺得 三四個月後 我跟你講 照跟他背勒 每天5公里 Everyday 我跟你講他就讓你身體 各方面機能一起提升 就這些 先吃兩顆 膠囊裡面沒有藥 當然沒有藥啊 我們重點不是膠囊好不好 重點是 這隻手錶 我跟你講 我們這次來送幸福健康 不是要你吃一些有的沒的 這藥罐子 都不用 我跟你講 一隻手錶就夠了 接下來我們有個任務 就是 等一下我們要先挑戰一下 就是你能不能完成 一公里的持續跑走 不要停下來 但如果這一公里 你都挑戰得很困難 接下來我們就為期大概 至少一個月的訓練時間 但我們這個任務是這樣的 如果你在 這一個月的挑戰當中 沒有完成一次 跑完三公里 不好意思 這是 藥罐子 這是手錶 你就必須要買下來 你覺得一公里的挑戰 你有信心嗎 還好吧 一公里 有時候去買個便當 吃好吃一點的便當 還會走遠一點 那你最近以來的一次跑步 大概 間隔多久 我們都沒有在跑步 從當兵以後 就從來沒跑過步 當兵我也很少在跑步 好啦 那我跟你講 這隻手錶真的非常適合你 他是Garmin新上市的 For Honor 55 如果你能完成這次的挑戰 這支錶 直接送給你 我們直接先在家裡 進行一個簡單的 一公里實測 OK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這台For Honor 55 也搭載了最近很夯的 就是虛擬私內跑步 你只要到你的跑步選單中 選擇虛擬私內跑步 點進來之後 他就會開始準備配對 這個時候就可以在你的裝置上 點選搜尋 你就可以找到 For Honor 55的這個裝置 那只要連線完成之後 就可以開始準備跑步囉 進到遊戲畫面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幫天母風低所 制定一個目標距離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邊選擇 建立屬於我們的 然後改成 一公里 還沒開始你心跳的98是怎樣 真的是傲少年耶 你看我現在的 傲少年為什麼要心跳很快 因為傲少年心臟沒力啊 然後就跳很快啊 我現在才60 要加油啦 一公里 準備開始了 Start OK 他現在已經開跑了 目前我們設定的配速是 1小時跑6公里 也就是時速大概89分數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慢 但是因為 第一次測試 而且他已經從當兵後到現在 可能有接近10年沒有跑步 所以我們現在 就讓他實測一下 到底在1公里 他能不能順利完成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到底他什麼時候會爆掉吧 欸 你的心率馬上飆到127耶 也太快了吧 這樣是很不好是不是 就是有點弱 屁股不要這樣 夾屁股身體打直 對 哇 機器已經顯示你心跳150 越來越累了 加油加油 很好你現在維持得很棒 唉唷 不錯嘛 我剛剛去尿個尿而已 已經500公尺了 不錯不錯 可是你心跳是怎麼回事 心跳已經167了耶 你這心跳已經開始飆升了 手擺起來 欸 不錯我覺得他現在這樣還算可造之材 不過就是 心跳高了點 真的是傲笑咧 請繼續維持 好不有五個區間 然後可以看到遊戲畫面 就是最藍色的畫面 綠色畫面算是輕鬆的狀態 他現在已經進入到橘色 已經到心跳172了 欸 才跑一公里耶 現在才700公尺 他心跳就這麼高 心跳已經突破180大關了 抵達終點 恭喜 拍手 停下來 好我們剛剛幫他制定的策略 就是挑戰1公里 那我們剛剛定的時速啊 其實在遊戲軟體上是比較快的 我們剛剛跑步機上大概只有時速6 也就是配速大概 1小時跑6公里 這樣配速多少 真的蠻慢的啊 那 目前的設定是1小時 配速6公里的情況下 他只能完成1公里 而且心跳已經暴增到180190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月當中 我會幫他制定一系列的訓練 再加從核心開始強化 然後肌力增強 偶爾也要參加跑步機的訓練 透過這些刺激呢 來讓他可以在這個接下來3公里當中 把心率慢慢下降 甚至在配速當中 可以從6 1公里 變成是時速6 跑完3公里 所以接下來 一個月當中 很期待他 接下來的表現 算了我先收回 3公里的訓練 這次呢我特別幫風底所規劃了一系列的訓練 在一開始呢希望他可以 以關節活動度為主 慢慢的適應運動強度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再從一些簡單的核心訓練開始 已經努力了3天了 我覺得 一定要堅持下去 才有辦法 贏得這隻手錶 所以 一定要再接再厲 印絲一定也要好好控制 才能讓自己的效率加倍 一定要從印絲開始改善自己 哇 10樣子牛排耶 好爽喔 讚啦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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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訓練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就開始幫風底所加入了一些跑步的課程 那這些跑步的訓練呢 建議新手在一開始 不要一下就跑得太遠 或者是太長的距離 因為這樣呢 對於你的肌肉耐受度 可能會受影響 建議大家 在一開始可以先從15到30分鐘開始 慢慢把訓練的時間跟強度拉高之後 對於你的受傷 是比較可以避免的喔 那建議大家也可以一天跑步 一天做肌力訓練 用這樣的腳踢呢 可以讓肌肉達到更好的恢復放鬆 在下一次的訓練 也可以準備得更完善喔 嘿大家 自己在家訓練一個月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進步 我自己感覺應該是會進步啦 因為 感覺跑步起來腳步沒有那麼沉重 而且 越來越輕盈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今天再來拍攝一個 最後測驗的結果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就開始跑囉 現在 疫情的關係一直關在家裡 所以 我想要直接錄遊戲的畫面 證明給大家看 大家看遊戲的畫面 讓哲瑞教練也可以知道 我到底有沒有進步 哇 剩300公尺了 我這次行率真有比上次低一點 我剩下 180公尺了 應該可以 應該會進步 最後100公尺囉 回到重點囉 算最後30公尺囉 算最後30公尺囉 可以衝刺囉 手錶我都收下囉 在這次的測驗過程當中 可以看到 天埔縫理所 其實在經過這一個月的訓練之後 他的心率呢 有大幅明顯的 變成比較穩定的狀態 而且在平均心率上 也下降了不少 可以看到他在 在第一次訓練的時候 其實他的心率 一下就飆到180公尺 那在第二次的這個測驗當中呢 就可以看到他的心率 已經趨於穩定 不會一下就忽高忽低的情況 那其實這樣就可以證明 他在這一個月的訓練當中 是非常有效果的喔 好那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隻Garmin 4Runner 55的 錶款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嗎 首先 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他的定價只要 6990 相信在6990的這個價格 你可以買到 像他有支援 這麼多專業的跑步功能的話 我相信應該沒有第二隻跑表 那我們就來講講看 他有一些什麼樣的功能吧 首先他一樣有支援呢 各種的身體健康監控的功能 不管你是睡眠 或者是你的壓力指數 甚至是你的Body Battery 在這隻Garmin 4Runner 55 手錶上面 也都有支援喔 那第二個呢 來到的是一些 比較專業訓練的部分 像是這次的Garmin 4Runner 55 也搭載了 PES Pro 或是Garmin Coach 甚至是一些比較專業的 田徑廠訓練模式 在這隻 4Runner 55的錶款上 也都有做支援所以699的價格 有支援這麼多功能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款 如果你是剛接觸跑步的跑者啊 一個非常適合入手 且親民的一隻跑表 所以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他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血量的偵測 也沒有Garmin Pay 所以如果你想要像有這些功能的話 可以選擇像245或75以上的錶款 但如果你是想要找尋一隻啊 真的在對於跑步出街 非常有幫助 很基本的這些數據都有支援的話 我相信 FORONNER 55這個699的價格 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所以如果你是剛開始跑步的跑者 還沒有一隻屬於自己的這種 計時GPS手錶的話 我覺得從FORONNER 55入手 是非常適合的喔 像這個藥罐子寫的一樣 如果你每天吃這些營養補給品 真的對你幫助 非常有限 但如果你每天可以跑五公里 我相信對於你的生活 會有大大的改變喔 推薦給大家 一個跑者的誕生 就選FORONNER 55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自從用了Garmin FORONNER 55之後 我覺得 比較實用的地方 應該是 就是我 可以觀察到我 起床之後安靜行率 在訓練之後應該是 降了大概 七八下吧 我覺得有比較健康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 我最常 觀察跟使用應該是 Body Battery 這個功能 就是可以 很明顯感受到 我覺得我今天比較累 那其實它顯示我身體的電量 就是真的比較偏低 那我就可以提醒我自己 我可能今天就 不要熬夜了 然後也不要追劇 我可能就趕快去休息 然後再來是 對於訓練的這種 紀錄的話 假如說我可能忘記了 我可以回去 再調出來查 查看 我覺得 很實用 再來是 其實它不太需要 常常充電 我覺得續航力很夠 所以 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 對一個 剛接觸跑表的 人來說是 很好入手的選擇 昨天有 昨天有啊 等一下 這不能播啦 好啦 不是有時候 沒事沒事 繼續 因為有時候 我有沒有 還有講 因為 有時候 你 要 就 有時候 有時候 你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